从声音到实践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 说说故事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没错我们今天是到第二阶段 突然第二阶段来宾们就会很开心 然后出动打招呼 没错 真的真的 我们是唯一的一个 No 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 谢谢老师 好 那我们上一段其实就有提到说 老师就是在国际化的这个区块 然后带来新的information这样子 那刚刚其实有跟老师想要聊 老师就是上礼拜去新加坡 参加国际研讨会的时候呢 其实老师就是用后面弯理的这个案子 那其实那时候我突然 老师在提这个cast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说 对耶 其实像老师有提到说 我们去湾里的时候 就是好像 嗯 湾里的人会觉得说 这习以为常没什么 可是对我们来讲会觉得很surprise 可是当我们真的是一个 社区一场执行者的时候 我们好像又会觉得说 我们在执行这些东西好像 也没什么 但是老师说 当他把这个东西弄到 新加坡的时候 好像就有很大的 回响 回响 是是是 请老师分享一下 而且您是那个受邀的 受邀的 对就是一个kino speaker 对 好 谢谢邻居提到这次的会议 还是有那种兴奋感 因为这次会议真的是三天 那么在疫情封闭很久之后 我是首次的被邀出国 在三四年 以前每两年我都会 或三年就会参加世界新军教育大会 在各地举办的有两个会议 一个是ideary 一个是idea 另外一个就是这一次的sda sda是singapore drama education association 就是新加坡的戏剧教育组织 他是就是长年来都是有新加坡的这些 戏剧教育的工作者 他们组合起来 然后他们要世界各地的 专题演讲者去讲他们有兴趣的一些议题 那这一次的大会的主题是 Routine Deep Branching Wide 就是说生根 对然后呢 在展开 对 知凡业茂的去开支善业的去交流 所以我这次呢 的题目就是定在呢 为什么我们的社区剧场 在我们的当代是更加的迫切 这个议题对然后还有我们是给出什么样的礼物 又被制证什么样的礼物 What a gift has been given and taken in community theater practice Why community theater is more urgent than ever 为什么 那为什么 为什么 现在不是大家都要AI吗 没错 不是都要那个虚拟实境吗 正是因为这样 这就是我谈到的主题 我就是这样切入 为什么 对为什么 因为AI越来越充斥 所以我们面对面的这样的交流 是非常重要 像我们跟你在网络上面面对面 这非常重要 实体的见面 对 是比这个虚拟的见面的来的更加的亲切跟有效 跟touch 说真的对你会实体的就是感到感动 对 那而且我们发现这过去的两三年 学生呢 他们更不会与人沟通 真的我就到社区去 然后就发现他们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 好像我们就是问好 对 完全那个社交的技能是退化 所以我就觉得 我的策略就是用最大量的参与 所以今年的社区剧场 我就带他们要去演出 在社区演出他们自己的故事 那学生就问我 老师我们演我们自己的亲情友情 跟自我成长的故事 对他们可能会不理解 这些都是阿公阿嬷 我说不会 你们所演出的一定是阿公阿嬷 跟社区的民众会有共鸣的 因为他们也都年轻过 所以学生就半信半疑 结果我们就到社区去演 果然就是有 那个社区里面的大哥就开始一直流泪 其中有个故事就是讲一个 这个祖父有一点暴力的倾向 非常感人的一个家庭故事 那他呢就看了就一直流泪 然后后来最后还安排了 20分钟他们的交流 学生也讲得好 社区民众也告诉他们 你们那些很动人啊 打动了我啊 我小时候我的家庭 也有这样子类似的经验 什么什么 就有那种双向的交流 就面对面的时候 其实反而会没有那个隔阂 是 失去了那个界面的保护伞 没错就是真实的交流 这就是回到我刚才的主题 这个社区剧场 在这个AI充斥的时代 还有COVID之后 COVID之后是更加的重要 这不是只有台湾这样做 国际 我们今天谈国际化 国际上面的各种一般戏剧 他也开始重视 沉浸式剧场 互动剧场 参与式剧场 就是一般的戏剧 然后他做 community outreach 就是社区外展的工作 我说的是一般戏剧的团体 跟一般戏剧的演出 对 老师我们这边要澄清一下 所谓的沉浸式剧场 并不是用AI那种个虚拟画面 而是说真的是让他是用一个感觉 一个转化 对他就是整个人沉浸在那个环境里头 比方说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就是要去做这个台南艺术节的邀约 就要做一个移动式剧场 我们带观众会在那个台南的中西区的西市场 还有真心街那些古的 古老的巷弄里头 让他们去体验 跟沉浸在那个环境里头的 那个空间的氛围 还有跟他们来分享一些历史故事 对或者说是一个角色的经验 他可以在那个里面探索 这个就是沉浸式 那么事实上我是 我是在argue 也就是在辩论 事实上一般的戏剧也跟应用戏剧一样 越来越接近 就是要给人更直接切身的感受 以及感官的刺激 是沉浸式的 是互动式的 是参与 是我们可以有对话空间 而不是就是AI 现在吃在GPT再怎么厉害 他也不可能给你一个那种 那种鸡皮疙瘩 我刚才讲的 上集讲的那个亡传的 那个故事的时候 你的那种感动 他给你 也不会吃到一个卤面的味道 对 他不会煮饭给你吃 而且他也剩不出你来 真的 没错 所以呢 我就argue 他们都非常同意在下面 然后并且我就放了一段 刚才我说的这个万里的故事 是在新加坡的conference 对conference 90分钟的全英文 我就说 这最后的9分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演出 那他们就非常的感动 因为在这个精华的影片里头 我们就看到 刚才我所说的王船的舞蹈 一些民们 华船船啊 渡海来台湾 然后王船就飘过来 因为葬礼 瘟疫 恨行 所以需要王爷的保佑 王船就飘过来 保佑居民 对啊 刚才那个金门 八二三炮战去救了这个 就是被军舰炸成的这个 父子的儿子 对 感人的真实故事 然后还有废武精的故事 湾里以前是废武精 林军是台南人一定知道 或者在这边台南人知道 万里人都很有钱的 以前都钞票这样 拿出来就一大跌 他们就做非武精 对 这个 等于说再生的这个能源 但是呢 就污染了他们的环境 对 他们自己告诉我说 这个 二人溪就是很有名的 黑龙江 就污染到那个 以前王爷都遭水落 他们不遭王船 可是王爷要巡行 二人溪沿路的十二个庄头 但他现在都不走二人溪 因为都已经被污染 他们边有电线 然后他们烧啊 然后他们用墙酸来洗啊 来提炼这些贵重的金属 包括金银铜 那就二十年就 就是烧坏了这个二人溪 然后他们又花了二十年 这个社区的人 自己告诉我 他们就是不幸何神换不回 他们就投入这个二人溪的富裕 跟台湾市政府肩并肩 他们就是去清理 然后花了二十年 才慢慢的 让那个河水呢 又可以再有点看得见 以前都黑到看不见 像他们有修复那个二人溪 没错 就感人的故事 然后第三段就是婆姐 他们有那个冰果室 他们在那个冰果室里面 以前都是相亲的地方 人家笑 还有那个打撞球 没错 你记得 对 不是我爸爸妈妈 对 就讲那个故事 现在这个冰山冰果室还在湾里 那就很可爱 那这个妈妈她就是在里面卖冰果室 然后就这个儿子就回乡 然后她就跟她讲以前小时候 她的一些趣事啊 然后还有她小时候呢 就是多病 会有气喘 所以她就到庙里面去求那个十二婆姐 十二婆姐是一个神明的镇头 十二婆姐出来有孩子有病 她摸摸她的头 慢慢的 小孩的守护神 小孩就会好起来 对 她是小孩的守护神 那所以这个故事就很感人 所以影响到这个年轻人 故事里的年轻人 她就想要回乡来 因为妈妈也老了 对 所以她感觉到妈妈有点身体的状况 所以她现在回来跳婆姐镇 或者这是男生也可以跳 对 婆姐镇都是男生 早期都是男生 没错 因为就是有这个男女之房的时候 就像歌仔戏的 对不对 对 就是女生啦 那但是其他的戏曲都是男生演 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就演出最后这一场 就是婆姐镇 所有的大学生他们就回来 感觉整个现场的观众都变成小朋友 回到小时候 然后被那个婆姐这样摸头 真的超感人的 我们有一个这样子 对 超感人 就感觉好像回到了以前 然后我们透过戏剧化的呈现 来让大家回到童年时候的那个情景 对 没错 这就是戏剧的魔力 就是戏剧的魔力 而且那个镇头就非常非常 穿着红色的衣服 然后每个人打伞 然后手持一个扇子 是 戴面具 对 他们要戴面具 没错 一定要戴面具 但是我们都是变形的 就是刚才我跟林军 第一集的时候谈到的 就是 是再诠释 所以不是 他变成不是一个 有神性的仪式 对 但是他是一个再现 就重新的诠释 我们把它再更 艺术化 然后让他还是持有这种 就是去保护小孩 然后还有那种母姐的那种 姐妹的情谊 跟母子的情感 对 对 所以 这个你要知道 这个是有穿透力 不仅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头 设计的人都看着 其实现场的touch啦 然后那个touch不是 不是metoo那个摸身体 而是说一个情感的交流 是一个在 一个空间性里面 空气氛围的 对 这个就是仪式的力量 对 但是我把它带到国外 这个就是国际化 在地的 最国际的事实上是最在地的 他们完全没有隔阂 可以理解 他们都感受到 这个仪式的力量 然后就是中间的那个 废五金的故事的感人 然后还有这个 前面的王传的 这个成为社区的 无形的线来牵连着 这整个社区 还有最后婆姐正里面 妈妈对孩子的祝福 然后变成孩子来回来 传承这个镇头来 把这个祝福转给妈妈 对 这种心 所以我觉得这边 就证明了一点 就是越在地的是越国际 那事实上呢 每一个人他其实都是生活在一个小的地方 也就是这次大会 我们要非常深刻的生活在我们的在地 那我们知道的美国女诗人 Emily Dickinson 她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她的家乡 可是她所写的诗 能够感动全世界的人 那么我们在湾里的故事 刚刚讲的也是一样 这些湾里的民众 这些洗脑 他们可能都没有离开过家乡 看他们的故事 够深刻的话 他们就能够开支善业 去影响到 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加坡的学者 跟应用戏剧学操作者 都能够受到感动 我真的 对老师这样讲 我突然有想到 就是够深刻这件事情 所谓的够深刻就是说 我今天问 我们今天外地人到你现场来 去问在地人这些事情 你不会一问三不知 哦我不知道 而是说你对于这个地方 为什么 你怎么会知道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 就很多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 比如说为什么小时候我们节信 就要吃楼梅 我们为什么就要吃昂骨粿 然后我们大概什么时候要吃霸掌 然后什么时候要过那个16岁 对 好像很多事情我们觉得理所当然 可是我们都忘记了那个为什么 对 那个理由 可是他理由被 那些那些那些仪式背后 其实都会有一个故事来说服你 或是让你幸福的这些理由 就像我自己小时候 是 我阿嬷跟我说就是 是 每一个小孩都有一个 沉默 沉默 去照顾 去照顾你 去照顾你 要勇敢 它其实背后的意思是说你要 你要勇敢 然后you are alone 就是你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然后去保护孩子 慢慢长大 可是很好笑的是 我们有一个做16岁的仪式 然后其实我们小时候 每次看那个隔音姐做16岁 我们都会很期待 而且在以前就是台南 如果你做16岁的话 是很很盛大 忍重 因为我是年为 对 因为我是年为小孩 所以我们国三 我国三的时候要做16岁 可是你要以前在那个升学主义 你怎么可能国三的时候 找自习 然后暑假自习的时候 可以请假说你要回家 可是唯独农历7月7号那一天 做16岁的时候 就是所有的老师 你就看所有的人 大摇大摆走出那个国中校门口 你就知道他们是去做16岁 真的 那个画面很壮观 对 很感人 很感人 而且大人还有整个学校是支持 是支持的 他了解这一个 繁统对于孩子成年的重要 对 而且那时候的仪式很简单 但是其实它就是一个过程 然后过程完之后 大家就可能吃喝 就是庆祝说 家里有人完成16岁 很年了 可是当天我很难过 因为我觉得我的沉默离开我了 是 对 那怎么办咯 没有怎么办 我们在拜拜 就是说我长大了 对就是长大了 你要你要 你要 就是跟他说拜拜 这样子 谢谢他 对对对对 就是会有一个仪式这样子 然后 然后就是觉得说 对 要自己面对这样子 可是那个仪式性 你看很恐怖 那仪式性其实维持了16年 是 那个故事维持了16年 都对这个孩子的成长 他的那种心理的安顿 对 对 所以今天我们的社区剧场 其实也是这样 他就是一个 在重新安顿人心的力量 因为孩子们 年轻的世代 他们不知道这些故事 可能不知道 对 我觉得其实吊诡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有小孩 开始 就是跟小孩说故事的时候 我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妈妈们没有这些传统故事的 背景的时候 我们其实真的只能讲 未来 外来的那种翻译故事 给小孩听 那其实 自然而然 我们生根的这些故事 就不见了 生根 生根就不见了 那等于说你的根就是 我们好像就是 只能 慢慢的消失 就是讲白雪公主啊 或黑姑娘这些故事 也是可以讲 对 但是你不能 不知道王传 不知道妈祖 好像就是 他们是我们 这个沿海居民 最重要的信仰 对 的那个安全感的来源 对 那我也觉得很有趣的是 像老师不好意思 我们就来聊一下 所谓国际化这件事情 是 是 也就是说回来聊到 国际化这样的事情 这些在地化的语言 其实都是国语 对 那我们就是 但是因为现在好像 我们又要国际化 又要讲英文 好像只有英文是唯一的 国际化 那老师对于这样的 这样的议题的想法是什么呢 对 这个非常重要 我觉得 就是我们讲英语 并不代表我们 就是把我们在地的 都完全消失了 英语事实上是一个沟通的媒介而已 我们要知道EMI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他讲的事实上是一个 Linqua Franca的概念 因为Linqua Franca是通用语的意思 对 对 我跟林俊都一起在一个EMI的 英语教学社群里面 所以我们很理解 我们必须要理解 英语只是一个沟通的共同的媒介 因为英语最简单 但是重要的是那个沟通背后的灵魂 这些文化的差异 然后我们要去尊重不同的文化的差异 所以我们用着 都不是很标准的 说真的 不是很标准的英文来沟通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外国人 没错 我们本来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就是被殖民成 我们要讲标准的英文 那不是就是殖民文化 很奇怪的事情 是 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文化自信 那如果全世界的语言都变成了英文 也变成了英国文化 那事实上是一种文化的暴力 对 它就抹平了所有的 是假平等 对 他们也不需要我们要保留文化的多样性 所以他们事实上 请我们 我们这一次在新加坡的会议也凸显了这个事实 就是我们五位keynote 其实只有一位英国人 其他的都是印度人 像我台湾人 然后还有郭庆亮是新加坡人 那么另外呢也是印度人 久居在新加坡的就是实践 郭宝坤的 郭宝坤先生的实践艺术学院的那个 就是管理阶级 应该是教长之类的那个大学者 所以这些亚洲的国家开始知道我们自己的传统 在国际化的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头更加的重要 所以大会才会变成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根 我们才能够开枝善叶 因为如果你没有自己的根 每个人都一样的话 那有什么好交流的呢 那也是不可能的 就是大家抹灭了自己的文化的多样性 我们要从这个相同的人性上面来沟通 相同的人性跟类似的故事来沟通感情 但是我们要去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 这样才是真正的文化的平权跟平等 真的 对 这个就是我的国际化的概念 对 我也是 有啦 就很例行的就是跟小孩讲就是外婆的八卦 是 就很开心 真的 对 就是你看就是difference 对 我们从difference 但是他要找到小孩有兴趣的 对 外婆也有八卦 是 是 是 对故事的兴趣跟好奇 对 就像他们对王传文化不了解 但他看到那个王传的信仰 还有这个被五金的那种 对于环境的污染 他们很快就有共鸣 对 因为这也是他们在地 有不同的样貌出现来的 文化上面的这个接续 以及这个环境的污染的议题 真的 是 对 也要跟老师分享一下 就我去我上学期 其实也是带一批就是小男生 就高中生去他们附近 学校附近的一间廟 对 对 那两个T次的小朋友都很压疑 为什么学校附近有一间廟 对啊 你看他们都不知道 好有趣 他们都不知道 对 小这些东西这样子 真的 那不是白 白生活在台南了吗 是 我们台南就是三部一小庙 五度一大庙 对对对对 那事实上 这是当初台南吸引我 成为我定居跟工作的城市 非常重要的理由 是 因为我就是 信仰跟心 就找到了安顿啊 真的 真的 台南就像我小时候的台北 这很重要 台北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多 对 人跟人之间交流 不会眼睛看眼睛 但是台南人还是 哦 你现在就是 那个豆腐 就是在 你哪怕那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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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 看着一个 买的生意 意味的 然后又倒完 你就看到那个豆腐 其实重点就是 就是那个店名不是地名 不是地址 是店名在哪里 然后寄那个7-11 或者是寄那个 转角哪间庙 或哪间小吃摊 真的 对不对 这些就是你生活的根 台南人有根 这是为什么现在国际化的年代 台南成为台湾必须要来的地方 因为它就是一个有根 有文化的根的城市 真的 是 它不需要跟别人一样 不需要 永远都不需要跟别人一样 对对对 国际化不是跟别人一样 国际化是做自己 自己的特色 对对 然后够深 对 你就能够拿去跟全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分享 真的 这是我的国际化的概念 越在地越国际 对 你才可以表现你自己 是 在那边大家才会发现你是独一无二的 真的 说得好 对 这才是彻头彻尾的展现你自己的特色 但是我们要学习的是沟通的语言 没错 对 英文要有一定的能力 沟通的语言跟沟通的方式 没错 但是我们的内容是我们自己的文化 我们自己在地的故事 然后我们把它转译 它其实文化是一种转译 是一种交流 是一种媒介 语言是一种媒介 还有一点就是千万不要适从而交 是 其实每一个文化都是平等的 不是说因为你这样 然后代表台湾就很了不起 没有 没错 没有其实每一个都是平等的 就是用一个平等的心去看待 每一个不一样的文化 对说得好 那种尊重 像我这次跟其他的那几个 专题演讲 我都也有听他们的专题演讲 就像他们也来听我的 然后我们都非常的感动 像那个新加坡的那个郭庆亮 他就是戏剧盒的艺术总监 是 他事实上已经退休名义上 但他还是继续创作 他讲六个应用戏剧的应该要注意的一些备忘录 也讲得非常好 那他都要用他自己的这个剧团的创作来做例子 也是非常的感人 那完全我们沟通没有障碍 不是因为我们的英文好 而是他所 是因为我们做的事情 对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能够打动我 打动是非常重要的 对他讲什么呢 他讲两个他做的戏的例子 一个是911之后 新加坡的族群在地铁里面 不同族群的紧张关系 他叫做犯罪还是那个威胁 trick or threat 他就讲一个在地铁里面放的一个袋子 没有人用 但是地铁停电了 然后所以灯亮起来 有两个华人 然后一个印度人 然后一个中东人 所以大家都看向那个中东人 是你 是不是戴着是不是你 他说不是不是我的 所以这里无形中就是那种族群间的 紧张关系 没错 紧张关系 还有歧视 既定印象 没错 就是你说的既定印象 为什么大家都看向那个中东人 为什么不看向华人 或者印度人 对 这个就是歧视 或是西方人这样 对 为什么就不会怀疑 是一种隐约的歧视 他就讲这个例子 就我们能够认同 这个是多元族群相处的时候 等那种族群之间的刻板影响 我们要避免 对 就像你刚刚说 另外他讲一个 就是他最近的一个project 他是讲就是两个世界 他说一个是 也就是说跟长者谈 他们死后的归处 所以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议题 那后来他发现 这个大家我们大家也都很有共鸣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要面对死亡 对 然后他发现长者关心的是 他要怎么活得更好 每一天 他还不关心他死后什么世界 对 这都是about living 对 talking about death this is about living yeah how you live your everyday happy 这个我也很有共鸣 我也觉得很棒 是不是 所以说 越在地越国际 对 真的喔 跟人之间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人性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对 没错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接着你去再 recap 就是我们要找到 我们共同的话题 对 共同的共鸣点 对 那可能是生死啊 可能是族群的冲突 可能是环境的污染 那我们共同在意的东西 嗯 或者说AI的世代 人与人不沟通 对 这也是我很worried的 对 对 就是大家关心 然后我们再去看见彼此的差异 真的 然后在共同的点上来沟通 看见彼此的差异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国际化的交流 对 这才是国际化的意义 的情形 对 才去知道说 其他国家的状况 真的 那我们就是真的 越来越越接近世界大同 哈哈 而且这样的世界大同是好的 对 他不是抹评差异 就是互相理解 是互相理解 是互相理解 也不是其他假的平等 啊我们都说英语 所以我们互相理解 不是不是 是一个 我们说的不一样的英语 对 对 但我们说是谈的是同样的心 对 就交流同样的心 是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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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有另外一个是艺术的价值 我们用艺术来切入 就是美 美感的感动 情感的交流 用艺术的媒介 用就是不同的在地化的英语 来彼此沟通 这个就很真实 就是一个共好 对 共好 然后也有美感的 因为美感是人性共同的渴望 是 我们都喜欢美 对 对 我们都需要美 不是漂亮是美 是 是 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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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验 哇 今天大家真的是 应该有点潮食了 不好意思 大家很收益良多 真的 哪里 这两节 大家一定要好好听 然后多听几次 会有不一样层面的 层次的感受 谢谢邻君 谢谢邻君 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都能够有美感 然后有共好的心 然后多多分享我们社区身边的 这些喜以为常 其实是非常动人的故事 看中自己也尊重别人 看中自己也尊重别人 谢谢王阳老师 谢谢邻君 祝福大家 平安 拜拜 拜拜